传说她是中东最神秘的女人 她被誉为敌拜王室永恒的传说 她冒昧气恰 是王室响当当的敌仗王妃 17岁嫁给敌拜酋长的那天起 江湖中再没她的踪影 却从没有断过她的传说 这么神秘的女人说的 就是敌拜酋长大王妃贺德 自成婚的日起 她未曾在媒体上暴露过一丝一毫 在皇宫中身居简出沉默寡言 先后生下12个孩子 有人称她是男权的牺牲品 是徒留生意权的女人 而事实到底如何 就得唯唯道来了 敌拜王室贵族最不缺的 就是钱和美女 而且还是顶级美女 这要感谢王室尽情通婚的传统 他们的肥水 不肯轻易流到普通阶层的田地 而且在伊斯兰国家的法律中 一夫多妻是被法律所承认的 纵观那些哈拉伯王室贵族们 无一不是三妻六妾 特别是迪拜总理 阿联酋酋长穆罕默德 拥有六个妻子 情人更是不计其数 西夏共有30个孩子 这样的大家庭连封建时期 各王朝的历代皇帝 都自愧不如吧 还看宫斗剧的读者 应该会很清楚 这样的庞大王室 肯定后宫纷争不断 穆罕默德的六位妻子中 只有两位拥有王妃身份 自然会分出一个高下来 如今这两位王妃 赫得王妃身居后宫从不露面 而另一位哈雅王妃 在王室爆出黑幕后 选择出逃敌拜 在外人看来 这场后宫斗中 的确是赫德王妃 站到了最后 说起来 赫德是谢赫的表妹 外国的很多王室 都流行这种亲上加亲 比如太王马哈的原配 就是她的表妹 再比如现任文莱王后 也是国王的表妹 打小谢赫和赫德 两个孩子就是完蛋 两个人有着青梅竹马的情意 长大的 到了1979年 已经30岁的谢赫 已经到了该取新的年纪 迪拜王室就安排她 娶了17岁的表妹 而她也是欣然同意 在迎娶赫德之前 谢赫也是位风流的王储 谢赫婚前就有不少情人 而且谢赫似乎很喜欢 异国女子 无论婚前还是婚后 她的情人里 不少都是异国美女 谢赫娶赫德的时候 诚意满满 那年赫德才17岁 正是一个女人 最美丽的时刻 为了表示诚意 谢赫准备了整整20箱珠宝 作为聘礼 迎娶自己美丽的表妹 这场声势浩大的婚礼 谢赫一共花了两亿美金 还用20匹骆驼 驮了20箱的金型珠宝 从谢赫这么花钱 花心思举表妹就能看出 她和表妹虽然是政治联姻 但确实也是有真感情 说了再俗点 看一个男人是不是真的爱你 就看他舍不舍得 给你花钱就能看出来 钱和时间都是稀缺资源 而谢赫太忙了 他只能通过花钱 来证明自己爱赫德 当然除了花钱外 谢赫表达爱的方式 还有一个 就是和赫德生孩子 赫德从1982年生下大儿子 到2001年生下七公主 这19年间 赫德给谢赫生了12个孩子 包括5个儿子和7个女儿 直到39岁那一年 才停止生去 从此以后 赫德王妃便待在宫中 42年从没露过面 连穆罕默德出席 国内外重大活动及外交活动 都没有带上过这位大王妃 迄今为止 她只有一张少女时代的照片流传于世 除了自己的亲人外 没人知道现在的她长什么样子 其实赫德王妃的作用 从结果上来看也很明显 就是为了稳定王妃的地位 不停地为整个家族生更多的孩子 而赫德的这12位儿女 成为了媒体的宠儿 她们优越的颜值更引起无数人的关注 儿女们出色的长相 让人忍不住加深了好奇 她们的母亲到底长得如何倾国倾城 在赫德一年一度的生日宴上 她会短暂地出现在迪拜新闻里 不过迪拜王室发出来的 也只是几张生日派对场地的图片 一般是成兑的鲜花和礼物 赫德真人并不会出现在照片中 这位存在感搏入的大王妃成为王宫中的金丝雀 西方的人权主义者也多次在媒体上 抨击谢赫穆罕默德 她让大王妃赫德过上了42年足不出户的婚姻生活 心同知性 剥夺了赫德的正常的人权 无论如何 沉默温顺的大王妃赫德 渐渐成为了一个王室符号 她是迪拜王室极为满意的王妃母满 所以赫德王妃的孩子也是穆罕默德最宠爱的 即便在赫德王妃嫁给穆罕默德之前 穆罕默德早已经在后宫有了几位习谢 还生有多位儿女 但无论是穆罕默德还是王室 都没有给予女子和儿女以名分 充其量只是私生子 而赫德王妃呢 她生下的两个儿子先后被册封为王储 穆罕默德立下的第一任王储是赫德的大儿子 拉西德拉西德有多年的外国军事名校的经历 还和英国王室的哈里王子威廉王子是校友 回国之后拉西德在父亲的安排下 做的都是能带来巨额营收的行业 比如迪拜的金融和房地产行业 并赋予了他一定的权利 可见穆罕默德对他还是很重视的 但这个爸爸的好大儿实在是烂尼扶不上墙 仗着自己王储身份 回国之后到处吃喝玩乐 怎么刺激怎么来 映然一刻败家子形象 穆罕默德把这个儿子的所作所为都看在眼里 毕竟是第一个儿子 立的王储不能说费就费 也给了他不少机会 或许是一直以来 整个家族都对他纵容惯了 拉西德还是没有成为穆罕默德的骄傲 恨帖不成钢的穆罕默德 一怒之下废除了拉西德的王位继承人身份 随后把他的二儿子哈曼丹王子扶持上位 哈曼丹是拉西德的同胞弟弟 也是贺德王妃的儿子 无论性格还是才能都在拉西德之上 尤其是哈曼丹还是一位网红王子 在全球都拥有大量的粉丝 而且他还在福布斯 全球最性感王室成员中排名第四 相貌上遗传了父母的优质基因 异常俊美 马术赛车极限滑翔样样精通 还写的一首好诗 可见穆罕默德对这位儿子有多看重了 也见得穆罕默德对贺德王妃有多看重了 虽然他一生都无法走出后宫一步 但无论荣耀还是物质生活 都是使人无法想象到的 他生的女儿中 留出照片的是他的六女儿 萨拉玛和其女儿沙玛 幼年时的六公主和七公主 长成了众人心中公主该有的样子 虽然后来十九岁的六公主 退去了婴儿肥 更多了婴气 让人有些接受不了 但是依然难掩美人的神态 之后再无贺德的公主任何照片 六公主也肯定是嫁人了 她们低调神秘的跟母性一样 只剩下了传说 倒是那些情人的女儿 时不时在江湖掀起一些波澜 不得宠的沙玛萨公主出逃 这发生在二王妃哈亚出逃成功之前 很遗憾 人被抓回还遭受了毒打和自由限制 甚至连累妹妹拉提法 也被限制不能出敌拜 2002年 妹妹效仿姐姐继续出逃 当然依然没能成功 被先进受虐待是少不了的 哪知妹妹越挫越勇 2018年继续出逃 奈何没有哈亚王妃那样强大的娘家背景 出逃再次失败 这一次她彻底没了消息 公主不再受宠 好歹也是公主 姐妹俩最后连受气的公主都没得做 如果她们的母亲在穆罕默德那里 能挂得上名号 姐妹俩也不会被逼到这一步 可惜她只是一个不知名的情人 赫德的女儿相比就显得和惜幸福 可能难逃政治联姻的命运 但是有一个稳坐中公正位的母亲 就有挑挑捡浅的资本 这样看来 赫德像极了张开翅膀 极力维护孩子的老母亲 在复杂的王室成员关系中 赫德的存在就是孩子们的定海神针 与数不清的女人共享丈夫 没人了解赫德的真实内心 她也从不给这个世界机会 我们唯一能感知到的就是这个神秘的大王妃 在足够的物质基础上泰然自若的生活 也许是依附男人的传统思想 已经深深烙印在她的心里导致的 也许是出身 让她无法选择只能接受 但是在众多女人中 独独她接连生下12个孩子 独见她是很懂王室女人的 生存之道且运用到位的 而哈亚王妃就不同了 赫德王妃有多低调 她就有多出格 哈亚王妃是约旦国王哈布杜拉 同夫异母的妹妹 她生来性格外相 在向来保守的哈拉伯世界 还能保持自由补击 她从小就喜欢骑马 13岁的时候就代表约旦参加国际马术比赛 还参加过2000年悉尼奥运会 也曾担任过国际马术联合会主席 她甚至是约旦迄今为止 唯一一个拿到重型汽车驾照的女性 这样她就可以开着 载着爱马的卡车自由旅行 在2004年 约旦王室与迪拜王室联姻 30岁的她嫁给了当时还是王储的55岁穆罕默德 成为她的第六人妻子 在婚后 穆罕默德对哈亚王妃相当的宠爱 经常带着她出席各类公开活动 并且她不用头戴金纱 穿着自由 出入自由 没有任何约束 而在迪拜 妇女的地位相当于男人的财产 如果在公开场合出现 必须佩戴黑纱 但是让世人意想不到的是 被穆罕默德宠爱的她 竟然在结婚十余年后出逃敌拜 在2019年 她带着3100万英镑和两个子女 先后前往德国和英国 寻求政治庇护 根据她本人对媒体的说法 穆罕默德在外和她在一起 看起来像母犯夫妻 其实对着她还不如宠户 更不用说和另一位王妃 赫德王妃相比了 对穆罕默德来说 赫德王妃是王室内的重要人物 而哈雅王妃只是她用来向外展示自己开明的一面 为了让她老实听话 曾用枪对着她 还把她一个人留在沙漠 直到驯服她 其实这并非迪拜王室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新闻 穆罕默德的两位女儿就曾出逃 一个目前下落不明 一个正被监禁 甚至神志不清 目前哈雅王妃在英国的庇护下 申诉离婚成功 穆罕默德被判支付超过5G英镑的赛养费 据了解这是英国法院历史上最高的山耀妃 因为出生的不同 两个王妃自从出生后就有了不一样的命运 终其一生不得她出王宫的赫德王妃 或许失去了人们口中的自由 但对于传统的她来说 当一知今思雀 或许就是她这辈子最安全的身份 比起哈雅王妃接下来要担惊受怕一辈子的生活 心甘情愿成为龙中鸟 以及拥有无与伦比的王室地位 或许才是赫德王妃的一生所求 毕竟在后宫根本没有所谓的赢家输家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权力的牺牲品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